索隆井也称索礁井,最早的神话传说,是羽王索礁龙,另外,全国各地也云有索隆井,索礁井传说,然而也仅仅是传说,并没有实物,而下面这几个索隆井,却是真真正正的存在的。 五北京,北新桥索隆井,北新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,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,但很奇怪的是,名字虽然叫做北新桥,实际上这里并没有桥,北新桥的名气虽然不大,但是说起这里的一口古井,那可是众人皆知,这口古井只说是北京的海盐,下面有一个叫做珍珠的神兽镇着,一旦谁动了这口古井, 北京则可能被涌出来的海水淹没,一些上年纪的老北京捡过这口古井,古井中有条,没人知道,到底有多长的铁链,确实存在过,当时,人们向里面喊话之后没多久,井中传来了隆隆的响声,非常可怕,似河南,与王索礁井,索礁井不知是于何时,原落落在古军台接路西,井口至一石塔, 用汉白鱼雕刻而成,草高两米,分为七层,双花层岩,层次分明,桃顶为一方城,城径一米,城州四桥,雕工精细,杜河云城,城之中央,立一佛寺,四面透窗,内有菩萨雕像,四殿顶端,又有神堪,开内有神像,实为西式之御雕真品,殿内珍重速有王立下一尊, 右手,住胶头,左手紧握铁链,一副威武器盖,三山东,起南顺井,顺泉在历代正式中都有记载,半称其在礼山之下,唐大的记载才明确说他在此处,宋代习成他为顺泉,并由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特作顺泉师,并由苏氏书写立碑,成为著名的景观,顺泉的形状多次变更, 唐大曾在泉山砌成两个井口,后来锦流一井,现在井口上挂着一条铁链,传说这是大雨之水,石祥福,了一条破坏河道的蛟龙,锁在井内,并说待到铁树开花时才释放他,四将喜,南昌铁柱公所拢井,明代诗人曾起的铁柱仙宗说,至今未驻出神功,长所蛟龙在此中,就压红旁销盛气, 直列伯介镇龙宫,江波,盆经郭中文,地脉勾连把锁雄,万古金阳一记载,锐珠楼观世凌空,五江苏,南京苍向锁龙井,苍向最开始叫八爪金龙像,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建都,一天到朝天宫散布,偶然间抬头,看见墙上有一片阴影在左右晃动,朱元璋定睛一看,原来,是两条八爪金龙在打架, 朱元璋就吓得吓坏了,他以为这是要来夺他的江山,从此犯了性病,善察言观色的刘伯恩,看到之后告诉朱元璋,可以用七十二地刹只把镇住这条金龙,之后朱元璋在八爪金龙像和附近八个小巷子里打造了七十二口水井, 寓意是给金龙钉上了七十二枚的钉,又打安平接挖了一口百丈深的水井,井离放了一条血院直达井底,寓意是掺住龙身,接着又把八爪金龙像改成仓像,寓意是龙在仓的,不得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